美國在過去幾週秘密運送陸軍戰術飛彈系統給烏克蘭 白宮證實這是總統拜登在3月12號批准的3億美元軍事援助案 但拒絕透露飛彈的數量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則表示 將近最大努力彌補過去半年耗損掉的時間 美國白宮證實Attakams陸軍戰術飛彈系統已於過去幾週運往烏克蘭 白宮表示烏克蘭已承諾只在烏克蘭境內使用這些武器 不會是在俄羅斯境內 拜登二十四號批准十億美元的烏克蘭武器計畫中 一追加Attakams部分飛彈 事實上這個月十七號已有些飛彈首度派上用場 目標是克里米亞一座機場 離烏克蘭前線約一百六十五公里 這批Attakams射程約三百二十一公里 主要用於抵禦俄羅斯入侵 去年九月 美國悄悄向烏克蘭提供Attakams忠誠型號 但烏方後來要求射程更遠的武器 拜登政府過去幾個月來一直在考慮 要不要提供烏克蘭射程達三百公里的Attakams 五角大廈最初反對部署遠端飛彈 擔心會影響美國戰備庫存 也擔心烏克蘭利用這些飛彈往俄羅斯境內打 但俄羅斯不顧美國公開跟私下的警告 於去年十二月跟一月 用北韓提供的遠端彈道飛彈攻擊烏克蘭 讓美國改變心意 公視新聞黃遠玲變異